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知道别人的人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云南卫视旅游新时空 牛眼看大理系列之苍尔客栈 为你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俊辉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带您牛眼看大理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特别客栈 叫做白族民居型客栈 据我们设置组的同事回来说 住这样的客栈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去了一趟亲戚家 很适的有亲切感 这样的亲戚家都很有情趣 通常都有自己独立的小楼 楼房里有院子 院子里有绿树成印 鸟与花香 什么鸟啊 狗啊 各种小动物都会出来和你作伴 这是驴寡方 其实没关系 领略大理风花雪月奇景 品味白族民居风情的同时 您还能探寻一下被时间遗忘 隐藏在白族民居里的那些宝贝 各位朋友们早晨好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最近我们为你们介绍了不同的一些类型的客栈 今天这种类型很有特色 它就是白族民居客栈 咱们一大早起来听到了各种小动物的声音 什么狗叫啊 猫叫啊 还有这里各种各样的鸟叫 这里的鸟有这个家养的 还有很多野生的 现在我们就居住在一个白族民居的一个群里头 从这就能看到当地的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非常的近 那么我们住的跟当地的百姓一样 吃的也是跟当地的百姓一样 去看我们的早餐 咱们非常有名的大理喜洲巴巴 喜洲巴巴就有两种 这种是甜的 这种是咸的 嗯 都非常好吃 而且还可以欣赏这里的雪山 著名的苍山 嗯 虽然早上起来啊 有一些云雾缭绕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苍山上的一些雪 没错 这个早餐呢是非常好吃 但是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院子里走一走 看看这里都是一些鲜花 这里有兰花 有爆春花 四季桂 还有茶花 还有这种白豆花哈 咱们这个香味是扑鼻而来啊 可能您现在在这个电视机前都闻不到 但是我们在这儿可以闻到有各种各样的香味 非常非常的享受 往下看 这就是我们昨天住的院子 主持人给大家介绍的这家处处鸟有花香的白族民居 其实呢 是一家客栈 这家客栈取名为苍蝇园院 位于大理古城玉尔路的民居生活区内 客栈是由当地的白族居民的传统红居改造而成的 近年来 这样的民居客栈在大理的街上是以后春色一般 冒出了不少的信仰 生意火爆的是不得了 远道而来的游客似乎都对这种能够贴近当地生活 贴近当地老百姓的旅行方式是乐此不平 现在我和于静站在我们昨天住的这家白族民居客栈的大门 从这个大门就能看出来我们的房东应该是属于普通百姓 怎么看出来呢 因为咱们这个房檐啊 它只有一层 所以呢 下雨的时候从上头滴到地上 这只用滴一滴水 但是像咱们身后的那样 它的那个房檐有两层 下雨的时候啊 从上面那层滴到下面那层 这是第一滴 然后呢 再从下面那层再滴到地上 就是第二滴 所以那个是两滴水 从这个白族民居的大门就能看出来这个住的人 它的地位是高 是低 不过那是万有的旧社会 现在只不过是一种装饰而已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瓦片的下面呢 雕刻着万字扣的这个木头 它叫庄园房 对 还有下面这个 像绣球式的这个东西呢 选择建造有几层的门楼 很多游客到大理旅游都热衷于住在大理白族传统的民居 就是冲着大理民居背后隐藏的各种秘密和传奇故事而来的 叶老板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里都是白族特色的一些东西 首先映入眼帘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中间的中堂 你跟我们说是这中堂都有哪些名堂 中堂呢主要就是说在那个白族民居在落成典礼以后呢 就会有家里面的长辈或者就是说比较亲近的人呢 给你送这个东西就表示说你家这个房子 我们说的就是根基稳固的意思了 一般的百姓家来说这个建房子也是一个大业的 那这个中堂旁边是您的亲戚吗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是我们家主上的一些老人 比如这一位这是我的真祖父 这是真祖母 这是我的那个外公 这是我爷爷 这是奶奶 这是外婆 你们家三代人都是住的这栋房子 对的 据苍越别院的老板岳鹏介绍 白族民居与中原民居建筑有着传统上的承袭 中堂这样的设置也正是来自于中原文化 这个呢就是我外婆的家庄 你们外婆的家庄 对 哇那有年头了 大概也有个一百多年了吧 这是我外婆的妈妈给她的家庄 到现在还保留着 保留着现在 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古老 现在都起什么作用呢 一些其他一个堆放杂物的这种 这个连途比较久远呢 大概也有一百多年 你看这里有被一个老鼠咬过的痕迹 老鼠都不在 但是柜子还在 是一个老鼠还是不止一个老鼠 可能不止了吧 哎呀 这个还有年套 中堂所处的位置都是住宅群布局中的核心 它既是重要客人的接待之处 也是家族意识的主要场所 苍越别人的老板岳鹏告诉社之族 在大理白族民居里头呢 至今仍然供奉着家族祖宗的一项 甚至还放一些祖先们用过的老物件 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 对子孙进行人生励志教育 和伦理道德感化培育的中心 出来了这个茶碗非常有特色 哇 这里里头全是银 对 是那个白银的 然后旁边是木头 对 精雕细刻 对 非常的精致 这茶碗的下边都有花 这个平时还会自己用来喝茶吗 有时候还用 有时候重大节日的时候用的时候 对 通常大陆这样的贵客 肯定都会用这样的 想测试一把就用了 对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很有特色的一些 这把椅子这个形状 让我享入沸沸 对 这个造型很独特 造型很独特 您猜猜一猜一般会给什么样的人做呢 是小孩呢 还是女士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椅子看前比较小 是不是小孩做的呀 这一般是给女士做的 让你做做看 你是做的 对 刚能为女士设计的 对 什么情况 可以 能体验一下吗 体验一下 可以 什么感觉 真的 我觉得这个椅子的刚好这个弧度 就卡到了这个腰上 就是挺舒服的 舒服吗 真的很舒服呀 不然你来坐坐 你别说嘛 我觉得这个小姐椅啊 她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让小姐坐游坐向 带牛站向 小姐请安了 真的很舒服 她刚好是踩在这儿 所以我们不用就是腰不会累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白族民居因为承袭了中原民居建筑文化的一些传统 因此呢 住苍越别院这样的白族民居 你会在不经意间就接触到很多旧史的中原文化 当然了 由于自然环境 审美情趣上的差异 白族民居又有着自己明显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大理啊 石头最多 白族民居呢 大多就就地取材了 广泛的采用石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特别是用大理石为材料做成的各种物件和装饰品 更是形成了大理独特的民居风格样式 这里的家具也非常非常有特点 就是就地取材 可以看出来镶嵌进去的 都是大理石块 那叶老板你给我们介绍 这种沙发叫什么沙发 这个是大理比较比典型的一种木雕的一个结构 叫做凤凰木 当然它上面镶嵌的一个大理石呢 都取之于我们大理沧山的天然大理石 它的上面的图案呢非常精美 这雕花呢都是从那个建川过来的一些建川工具人 经过精心制作而成的 我看出来了 这就是牡丹了 这就是凤凰嘛 这把也是整个叫凤凰牡丹 咱们在这个房间里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 挂在墙壁上的那几幅画了 这个风景很美啊 但是呢 其实这好像不设画 也是咱们的这个大理石是吧 对这也是大理石 那这幅它这个叫油画石 你看很像那个油画的那种感觉 对吧 对没错 就是鬼斧神工 对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看来这幅画应该是非常有灵气的 这块石头很有灵气 对也是独一闻的 就是像跟人工做画的一样 它是全天然的独一闻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幅画用过程看的话 它更多是像那个北方的一些 比较荒凉的一些地方 我不觉得它荒凉 我觉得它像一片绿洲 我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看到这幅画呢 我就想到了家 因为我们在多个英国的南边 那些悬崖 调壁啊 它都是白色的 大海是蓝色的 就看到了我的家像英国呢 到了都是家神 反正一百个人看这幅画 可以看到一百个不同的风景 对 苍越别院的老板岳鹏 用了足足三年的时间 才把自己家的这个老宅啊 改建成了眼前这座 苍越别院客栈 为什么要建这个客栈 按照岳鹏的说法 他是想把自己所理解的 大理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通过苍越别院 更好地传达给 更多想要了解大理的人 在我们的采访当中 苍越别院的老板岳鹏 告诉社之族 因为大理白族民居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到大理的游客 仍然能够看到一些 上百年历史的老民居 而在这些老民居里 通常都住过好几代人了 所以在这样的老民居里 游客经常会结识 很多外面世界 很难看到的一些私人收藏 看看这里有一片瓦当 这片瓦当在我们建客栈的时候 就出处在唯一的一件 对于我们家来说 一件最珍贵的文物了 这个瓦当造型非常独特 据我推敲的话 我觉得像这个瓦当 应该也有个一千多年的历史 因为大理的文化历史 非常的久远 从唐代开始 就是我们的兰昭国 就是近随于我们中原的唐 到了我们大理国的 也近随于那个中原的宋 就是它的年代是非常久远的 那你问过的一些专家 他们知道这个图案 它代表是什么 它是哪个年代的吗 现在还有待考证 我估计的话 这个年代不会很近 会很远 应该有一千多年 那如果电视机前 您是一个考古专家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可以给我们旅游新时空打电话 看出来了 主人也特别喜欢喝茶 还有一个古董茶碗 你给我们介绍 这是什么宝贝 我给你看一下 上头好像写了几个字 写了几个字 72年10月1日 72年也算不算古董 干嘛这个创业代表 它这个非常有一个价值 这点意义 就是说我们大理这个花园茶室 就是当时这个年代的话 它是我们大理的 唯一的一家娱乐的场所 也就是给平时大家休闲 喝茶的一个地方 而且他们家的这样 像这个花园茶室 现在已经没有 但它唯一保存下的 几个茶碗不多 我可能拿到了 其中的一个吧 它上面的图案特别美 好像也是这个花 白土人跟花是分不开的 杯子翻过来看看底下 翻过来看看底下 写的是永胜 对 永胜来说 在我们云南来说 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瓷器厂 比如像中国它有个景德镇 我们云南肯定就是 永胜陶瓷场 而且可以看出来是假品 对 是上品 对当时喝茶的人 都已经是比较考旧的 不错 在大理像苍越别院 这样的白族特色民居客栈 对于游客来说 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今年来呢 游客出门旅游 早已不仅仅局限于 游山玩水 他们需要的是深度旅游 所以呢 既能住得舒适 又能够直观深入地了解 当地历史文化的白族特色民居客栈 受到了很多喜欢民风民俗的游客的追捧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白族邻居的气氛 你就是想入乡随俗是吧 对对对 游客栈整体印象是很多木头的雕刻 很多木头的装饰 房间里面也是 就是包括桌椅啊 天花板式啊 墙式 非常多大理石的装饰 跟木质的雕刻 很精致 我到一个地方 我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我是慢慢的去感受它 就是说 不是说那种 走过看过就可以了 也不是拍点照片就可以了 就是那种 就是说 要在当地慢慢的就是静 非常静的那种去感觉 去感受它 一个俘虏怎会成为大理古城的本族 家家流水 户户养花 大理白族人 为什么那么喜欢养花 看人养的话 就能知道别人的人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流星时空 牛眼看大理系列之 苍尔客栈精彩 马上呈现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遗留着一种神秘 而又让人匪夷所思的墓葬方式 人死不如否然 却要高置于万丈悬崖之上 是完成升天的梦想 还是被施以恶毒的诅咒 有人说 能把祖先洗起 藏于万丈悬崖之上的那群人 拥有着飞天的绝迹 然而就是这群 拥有着飞天绝迹的人 在雄距西南数千年后 却突然消失 横跨中国西南两省一室 我们带您一同去探访 传说中峡谷观山的神秘之地 旅游新时空近期推出 在我们岳老板开的客栈旁边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据说这里所有的村子 所有的寨子 每一个村寨都会有一个本祖庙 现在岳老板又要带我们去参观 我能不能偷偷地问问 你求的是什么呀 我其实就是希望在大里 找一个如意的安劳 如意的安劳 对 好的 那祝福您 但愿你有好的运气 然后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 谢谢 这个真实名叫正规 它是长代兰昭时期的 一个清平官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宰相 大美国的宰相 它是在天宝战争 苍越客栈的老板岳鹏介绍的 这个名叫正规的本祖 其实是在唐代的天宝战争的时候 被大理南朝国俘获的名俘虏 一个俘虏怎么会被称之为本祖呢 原来在大理有一种历史悠久的 本祖文化现象 而大理白族对于本祖的选择 却是布局一格的 他们的本祖有可能是一块石头 一个动物 又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人 只要这个事物是对祖先和对人民做过好事 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事物 或者是其道德情操受到人们敬仰的人物 都可以成为大理白族的本主 眼前这个唐代的军官虽然是个战俘 但他在被俘虏之后呢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做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 还被当时的南朝国封为了宰相 后来啊 这老百姓为了纪念正回所做的功绩 就为他立了庙宇奉为本主 清平官正回这个人 他就是唐南朝经经一千多年的历史 他一直就尊奉为古城的本主 也就是古城的首富神 白族村寨几乎都建有本主庙 庙内供奉泥塑或者是木雕的本主神像 苍越客栈的老板岳鹏告诉设置组 白族人崇拜英雄 崇拜自然的生活态度 也是他们出门经商多年 仍然要回到家乡 回到大理的根本原因 如今开了白族特色的民居客栈 他最乐于做的事情 就是带着客人去了解大理的历史 和大理的文化 咱们今天住在苍越别院 老板会经常邀请住店的客人 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享用这种家业 对吧 这些菜都是媳妇做的吗 是 我的天哪 手艺这么好啊 你好有福气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你看长大的像一条虫 有很多客人以为是虫草 这个是叫地生 它是脆的 脆 脆的 这个是木瓜草鸡 有风丝的人 或者你今天很劳累了 得点木瓜草鸡 我这看着多肥呀 我吃了再多少卡路里啊 眼前的这一桌饭菜 虽然是老板岳鹏一家 为社制组准备的家宴 但是岳鹏说 这并不是社制组 才有的特殊招待 每一个在苍越别院住宿的客人 只要想和他们家共进晚餐 他们都会盛情款待 他们家的餐厅也是客人的餐厅 他们家的生活也是客人的生活 他们很乐于和客人们一起分享他们家的故事 分享大理的故事 大理是哪四个字最有名来着 当然是风花雪月 哪的风 下关风 哪的花呢 当然是上关花 也许以前这么说就很有道理了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满城尽是黄金花 你看看这家客栈的对联就很有意思了 下连是一亭建的三千区 还有下连是优势能观世外天 这上面的横坯那就是蓝亭居 下面还画着一幅象征着荣华富贵的牡丹花的图案 从这个门口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家举人特别特别喜欢养花 如果你也喜欢养花 住这样的客栈也许很有收获 说到大理的民居除了说建筑 说民居背后隐藏的传奇故事 还有一样是必须要提到的 那就是当地白族老百姓 在民居里养的各种花花草草 在大理古城由于背靠苍山 城内中年溪水潺潺 而据说白族不论贫富 都有在庭院里养花种草的习惯 所以说家家流水户户养花之说 眼前的这座坐落于大理古城区 绿域路上取名为蓝亭居的客栈 就是一家种满了鲜花的客栈 而客栈的张老板 更是因为酷爱雨花 打交道的大理白族金花了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不是因为客栈取了一个 像花一样美的名字 也不是因为客栈处处花香似饮 而是因为这家客栈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客栈的金花会带领着游客到客栈附近的 当地白族居民家里去 感受大理白族家家流水户户养花的盛况 这种花很有意思 虎头蓝 对 老虎的那种熊姿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老虎的嘴 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着啊 这是不是一种特别稀有的品种啊 也不稀有 在这边片子都有 对我们来说太稀有 虎口拖鞋 虎口拖鞋 您好 您好 您家 您给我们介绍您这儿都有哪些花啊 这是杜鹃花嘛 杜鹃花 这个品种是西洋杜鹃 西洋杜鹃 那应该是从我老家那里来的是吗 那可不一定 西洋杜鹃 买的时候小小的一小颗 这个是国产的杜鹃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 这是进口的 这个是国产的 这中西合璧嘛 对对对 那后头呢 这种这个长的 这个藤的 这个藤是什么花 这个是紫藤花 紫藤花 这就是紫藤花 它到什么时候开花呢 已经开谢了 已经开谢了 现在 怎么样谢了 说到喝茶 这是不是也是 那个什么茶树啊 这是枝子花 是挺香的 枝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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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子花开的那首歌 唱的就是这个嘛 怎么唱啊 枝子花开呀开 枝子花开呀开 八月桂花边地开 新鲜的树 枝子树呀树起来 发芽的桂花 大理白族家家流水 户户养花的说法 看来一点都不虚 在兰亭居客栈 张老板的带领之下呢 车子组和住在兰亭居 已有好几天来 来自北京的三口之家 一起感受到了 白族人养花的狂热程度 据史料记载呀 古代大理就有花都之声 白族自古就是一个爱花的民族 山茶花 莽英花 杜鹃花 蓝花 各种花会四季而开 其中最有名的花 要属苍山的杜鹃花 暴春花和古城园林 培植的山茶花了 大理之后举行的什么花窄呀 就把好的花拿去 那也就是等于斗燕了 斗燕了啊 那你假如说从这些花来 你选一个来斗燕 你会选择哪一朵 这一朵 这一朵 这个 很容易养 红杜鹃 红杜鹃 是超山上的花很容易养 不调具点 就是你的环境好 也可以养 环境不太好 也可以养 就是你在卧室里面 插一小尺 也可以养活 也可以养活 我是最喜欢这个花了 只要在大理 那这一朵线呢 另外一朵又开了 反正这个季节 要一两个月的花期 它不像其他花那样娇贵 大理位于滇西横段山脉南端 三江病毒区域 是众多植物鼠类 多样性的遗传中心地带 蕴藏着多姿多彩的花卫物种资源 兰花 茶花 是大理的代表性花会 早在唐宋南兆 大理国时期呢 就已经广为栽培了 中国兰花在云南 云南兰花在大理 云南山茶假天下 大理茶花灌云南 是对大理人爱兰花 爱茶花的真实写照 据说很多名贵的大理兰花 大理茶花就生长在大理白族 各家各户居民的院落之中 我听说大理人对待花是怎么样 对待花就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朋友 有这种说法吗 好像是听说过吧 听说过 那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朋友啊 就是像开花一样很热情的 就像花开一样很热情 大理人对朋友很热情很真诚的 来大理的人他们都喜欢养花的 就是外地的过来大理定居 都会习惯养花的 它是这种气氛感染的 我们采访两个北京来的游客 北京啊 假如说能有这么一个院子该多好啊 其实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应该挺奢侈吧 这些房子们它变得不好 它不是奢侈 来这样的一家 第一印象是什么 宜居 宜居大理 心情舒畅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将来 什么退休啊 什么 对啊 有这种想法 当然有这想法 我下来火车站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我的天哪 跟你是样了吧 差不多 大理从古至今 养花习惯可以说是代代相传 大理风花学乐 四景 花那就是一绝啊 很多游客来到大理都喜欢选择 白族传统民居入住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可以在花丛当中轻松愉快的度过假期 观花 观人 观人生 在大理旅游 住在这大理的白族民居当中 不仅能够了解大理的历史 大理的文化 还能够观花 观人 观人生 怎么样 心动不如行动 对白族民居有了热情的朋友 还等什么呢 赶快找个时间 去大理吧 好了 今天的客战故事就给你讲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旅游新时空 和您不见 不散 天夜与南眉 低夜与南眉 凌晨半热海 蓝天彩云堆 歌夜与南眉 梅夜与南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